嗨,欢迎回来,我是优妈妈妈 如果你也不太热爱做饭 希望站在厨房的时间越短越好 那你一定要看看我的厨房 装为不爱待在厨房的你而设计 话重点,厨房收纳最优先考虑动线 东西别分太细难为自己 第一步,先把物品的大概位置定好 进厨房无非三个动作 做饭,洗碗,搭冰箱找零食 冰箱放厨房的入口 找零食进厨房右转,无需深入 洗碗相关的清洁类 统一放在洗碗池下面的收纳 做饭会用到的锅具,厨具 放在瓦斯炉的下面 对面的厨柜放碗碟和杯子 这样做饭的时候既省去了走来走去的时间 也不会中途找不到东西 打扰了做饭的热情 本来热情就不高 你也和我一样希望站在厨房的时间越短越好吗? 想想持家多年,我的拿手菜都是快手菜 就知道我是真心不爱站在厨房 让我们继续聊收纳 第二步,把抽屉分区 定好了东西要放的大概位置以后 就是把每个抽屉用盒子分区 收纳的灵魂就是选盒子 量好尺寸 我优先用家里有的盒子 不想随便添置东西 这一层用的都是大创的收纳盒 上层的抽屉高度低 放利用率高的小物品 这里一次放洗碗海绵 垃圾袋 下水道垃圾网 塑料袋大的和小的 备用毛巾 厨房清洁纸巾 种草和茉莉擦 这样洗完碗 顺手就可以拿到下水道的垃圾网 垃圾桶在对面 拿出来一转身就可以换垃圾袋 再一转身就可以更换毛巾 洗手池最下面用来收纳厨房消耗品和清洁剂的囤货 最左边是厨房纸巾 最左边是厨房纸巾和我最爱的泡面 面的口感很Q弹 在旁边是一次性筷子 这个是下水道清洁剂 定期使用可以去除异味 保持下水道通畅 在下面是烘培纸和保鲜袋的囤货 东西尽量竖着放 这样一目了然 就不需要翻来翻去 太高个子的会磕到脑袋 就只能让它躺平了 这个松本清的洗碗池研磨剂 可以让水池变得很亮很亮 擦地板的纸巾 我喜欢用激凭池研 它配合有电解水 厚度也很合适 这个不用多说 日本每家都会背的 菜板上的着色和水壶的茶字 用它泡一泡都会变得焕然一新 这个是大创的丝贴纸喷雾 小朋友经常会把贴纸贴的到处都是 用它喷一喷就可以轻松的拆下来 后边的盒子里边放的是打扫卫生用的毛巾 洗手池旁边的料理台下边 主要放食品类调味料的囤货 还有每天都会用的保鲜膜和锡箔纸 最左边是大创的架子 下层放半米饭会用的福利卡盖 上层放保鲜膜和锡箔纸 这个是大创用来喝果汁的杯子 把果汁放在里边 让小朋友喝的时候就不会一不小心挤得到处都是 旁边的盒子里是各种调味料 都是我做快手菜的好伙伴 这个是早餐用的松饼粉 很推荐这个蔬菜汤包 这个是夏天用来拌黄瓜的盐昆布 最里边放不常用的保鲜盒 做蛋糕用的东西 上面是各种食品调料类的囤货 这样在料理台处理剩菜或者分装的时候 一伸手就能拿到保鲜膜 罩台旁边的小抽屉放餐具 主要是勺子筷子和刀叉 前面的小盒子放食品夹之类的小物品 下面放杯垫和蜡烛 偶尔也想搞一下烛光晚餐 罩台下面的小抽屉放每天做便当会用的纸杯 橄榄油 秤 还有每天都会用的厨具 锅把手 锅铲和汤勺 还有小朋友的菜刀 后面是刷水杯用的海绵 下面这里放各种锅和洗菜盆 不常用的碟放在一起 盖子单独放 常用的立起来方便拿取 最边上放不太常用的厨具 这是一把神奇的茧子 不想切肉的时候随便茧一茧 不想切菜的时候随便茧一茧 是懒人的救星 垫上防滑垫就不用担心 开关抽屉的时候东西滑下去 瓦斯炉最边上的小抽屉放调味料 碰大师 这个盒子可以每次定量倒出5克 这个是胡椒盐 炒米饭很香 招台对面的柜子上面放早餐 早餐尽量不开火 小朋友的牛奶杯 这个是最爱的麦片 早上喜欢酸奶里面加麦片和蓝莓 还有咖啡和红茶 后面的纸袋里是面包 柜子最左边放电饭锅 做饭的时候直接把台子拉出来就可以 下面是搅拌机和各种水壶 这个是环球影城的马里奥蘑菇杯 还有珍珠奶茶用的杯子 最里边是运动会用的大水壶 旁边是做杯子蛋糕用的模具 和不太常用的玻璃杯 中间的抽屉里是各种餐具 身材娇小的队员站这里 里边有常用的杯子 这个是小朋友的零食杯 可以让小朋友慢慢把零食吃完 这个是套在一次性塑料瓶上 下面可以接西瓜 出门的时候方便小朋友喝水 这些是做可爱便当会用的东西 这个可以做小猩猩饭团 最里面是常吃的药 中规中矩最常用的餐具 在中间的抽屉 最里边是客人用的杯子 最下面的抽屉放榨汁机 还有大盘子 这个主要放小番茄 可以沥水 洗好了放冰箱里 随时可以拿出来吃 这个主要用来切圆葱碎 后面是小朋友的餐盘 餐盘后面有防滑垫 还有烤箱用的烤盘 这个粉色的餐盘可以吸在桌子上 避免小朋友把盘子打翻 旁边这里挂隔热垫和硅胶手套 放在微波炉下面 热完菜顺手就可以拿到 这个挂钩也是大创的 可以像这样挂在柜门上 里面是烤肉用的瓦斯罐 粉色的盒子里是食品囤货 下面是米香 旁边这里是长期保存的咖喱 用来做防灾食物 这个洗碗用的沥水栏是我的心头爱 旁边是一个大创的刀架 下面是素干的硅枣土 不会积水 干净卫生 还有这个大创的架子 可折叠 不粘地方 做饭的时候用来放生垃圾 如果想看懒人冰箱收纳 欢迎点赞告诉我 感谢你的陪伴和支持 希望给不太爱做饭的你 提供一些厨房收纳的灵感 降低做饭的难度 我是Yuma妈妈 下期见